雙方有共識的部分 之後就不用再爭論了 那沒有共識的話怎麼辦呢 可能是因為對方提出了證據 那就用到第二步驟 削弱可信度 意思是你的證據 我們憑什麼相信你啊 那如果對方提的不是證據呢 很有可能讓對方提的是某種信念 某種觀點 這時候就會用到第三步 叫做激化觀點 這三個步驟呢 希望大家之後可以在實戰當中 自己去揣摩 多多去練習 我們今天的課程到這邊結束 不過我們下一次呢 會進行分組練習 需要各個同學呢 兩兩分組完成 老師一定要和自己學院的變成有組隊嗎 這個你們隨意 那我申請和文軒的白語做搭檔 我沒意見